子丹麗 麻煩你起立好不好 有女生曾經跟你 嚮往有共同的未來 是 就是我每個女朋友 都會這個樣子 你每個女朋友都會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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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想要養 我有沒有想到為什麼這樣 但是就是... 是你有先跟他們講說 我要娶你嗎 沒有...就是我一直都是說 就是還沒有那麼快想結婚的人 應該會有很多女生會想要養她 就覺得她很可憐 想說沒有工作 然後又希望她的夢想可以成真 什麼夢想 想說什麼蘇打麥啊或什麼的 對不對 寫什麼 那她是就在家裡就 烙塞壺抽菸 然後表現邪告是什麼 對 一直就是洗菸 一直洗菸 然後女朋友就會很害怕 然後想說好 沒關係 你要不要吃什麼 你曾經講過什麼 你將來要做的 沒有 其實像寫東西 只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可是你會講說 我要寫出一本暢銷書嗎 我會想...我會這樣想 那你有帶過女朋友在書店裡逛 然後望著暢銷書的架子說 這些都是大便嗎 我是不會這樣啦 暢銷書 不能說我怎麼敢這樣講 可是講真的 你在排行榜上 看到蔡康永在你前面 你不會很不爽嗎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如果我在她前面的話 我才會嚇到對不對 你有在不爽嗎 不是 妳的寫作技巧 應該是請教侯文勇的吧 妳的美白可以請教你聚明的吧 所以她在你落魄的時候 就覺得即使你暫時沒有工作 她還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有未來 對 當初就是幾乎每個女朋友 跟我分手裡 我都是說因為... 因為我是一個還不想要結婚的人 然後但是她想要趁她 現在還有條件的時候 去找一個想要跟她結婚的人 不是 等我等到她老人 女生分手會講得這麼白啊 對啊 其實女生都會變一個 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實就是不愛她了 因為我們也不曉... 都不是出於說 我跟她在一起 她沒有出息 而是不愛她了 其實心裡就會覺得 沒出息 跟我看我們順眼 可是就會這樣 可是就會講... 可是就會講一個說 我覺得我們將來的未來 是很令我擔心的啊 可是內心就一直在... 對 一個是說要一起存錢 然後就是說 因為要結婚了 然後要一起存錢 然後我說好 那我們就去 她就說又硬逼我去開一個戶頭 對啊 然後就每個月就存... 就講好存多少錢 戶頭是兩人共有的嗎 沒有 就是一個... 我的戶頭 對 但是她還是會可以轉賞進來啊 對啊 什麼 妳開一個妳的戶頭 然後她放錢進去給妳 不是很便宜嗎 不是 但我沒有... 你們就是被癢的小白癢 但重點是啊 然後她就一直 放出那個李安的夢想 然後讓妳說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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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講下一個小小的故事的時候 你們就一定會懲罰 真的嗎 接下來要講這件事情呢 是同一個房子裡面 在短時間內擠了不少人的事情 對 故事就擾了... 就是在剛剛講那個女生之前的 女朋友啦 對啊 然後就是那時候 你很花耶 我都是女朋友啊 都是女朋友 你有交過超過30個女朋友嗎 沒有...那時候女朋友跟我說 她要去住她朋友家 那我就跟朋友出去喝酒 但是就是...就喝完酒之後 然後我就不小心帶了一個女生 就是這樣 不小心 不小心帶回去 不小心帶回去 不小心帶了一個女生回家 對 這對來說 這件事情真的對來說 現在還是一個很大的陰影 真的...就是我... 女生才覺得是陰影吧 沒有...你跟我講完之後 就知道了 對 然後回去陰影 這真的有激情喔 是有 對啊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就還勉強會擁有 就沒有兩個躺在床上死掉 這樣嗎 對...就還是有啦 對 然後呢 再睡了一兩個小時之後呢 她就睡在你家 對 因為她常住桃園還是什麼 那時候沒有車回去了 對 晚上沒有車 沒有...就是要住桃園 也沒有想要趕回去 對 也沒有趕回去 因為就是因為... 因為就後來我那個女朋友 就過一兩個小時後 突然打電話給我 早上五六點的時候吧 然後她說因為她朋友 可能要去南部之類的 她借住了那個朋友 要去南部 所以她現在要來 她男朋友... 她那個朋友剛好住在我家附近 所以要來找我 所以女生要來找她 對 我女朋友要來找 那時候我女朋友要來找我 好棒喔 然後咧 桃園的女生還在睡 桃園的女生還在睡 對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突然想到 因為我隔壁房間是沒有住人的 所以室友剛好不在 結果那時候我錯 對 那個房間也整個剛好不在 我對了 你買的房子還有兩間房間 對 我平常是給妹妹住的 對 什麼妹妹 然後我妹妹剛好不在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就跟桃園的女生說 去隔壁見識 你如何說服她去隔壁見識 你如何說服她去隔壁見識 你要這麼配合 我直接跟她說 桃園女生這麼笨 好笨喔 所以桃園的女生 也只是想要還放而已 她就是要... 對 應該是這樣 等一下 你女朋友來的時候 你有先把房間裡清理好吧 就基本上就... 也不用去清理什麼 可是沒有殘留的香味嗎 這個好像沒有耶 她有沒有發現 對 這個那時候我沒有想到 對 你太困了 對 我太累了 對 所以你就把這個桃園女生 移到隔壁去 她就...你有交代她說 請你不要什麼 上廁所或幹嘛嗎 沒有 因為其實 如果是她來上廁所 然後我女朋友可能 也會以為是我妹還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還好 你有考慮好 對 所以我女朋友來了 就沒有察覺任何異狀 沒有啦 然後就睡了 對 然後就睡了 對 然後多久 大概又過了兩個小時吧 然後因為我就... 那女朋友只是睡而已嗎 應該也沒有力氣的 她沒力氣的這樣 她沒力氣 我們就... 女朋友也是滿懷內疚 從另外一個男生來的 對 然後就... 剛剛被一個男生咬醒 會不會怎麼一直要來呢 一包... 一個循環... 對 就是這個樣子 結果她躺在妳房那時候 隔壁房都沒有動機 沒有 應該也在睡覺啦 然後大概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就想要說要送那個女生走 桃園女生 對 那要送那女生走 然後我就... 那妳女友還在... 還在睡覺 我跟她說 我要去買東西這樣 我要去買個東西 買早餐之類的 然後就送...帶那個女生 然後去坐車 去捷運站什麼 那個過程不是很緊張嗎 她從房間走出來 對 萬一女女友剛好一出門 因為我承認到她 我女朋友在睡覺啊 沒有 沒有 遇到這種事情啊 就是妳不能太顯露出妳的那個 就是一切越自然越好 其實有小路亂撞嗎 其實我那次真的還滿緊張的 一直到現在... 對 就是... 笑到說... 緊張到現在 妳做了什麼 就是因為我之前 有跟我的初戀男友分手 然後那時候他分手的時候呢 我就告訴我自己 還有我身邊所有的人講說 如果只要他不管什麼時候 再回來跟我說要在一起 我一定會答應 結果後來事隔兩三年之後呢 我就交了一個男朋友 結果後來那個初戀男友 就有一天就打給我了 然後他打給我的是說 他現在人在醫院 然後就是說 他希望我可以去看他這樣 他生病 對 他受傷了 腳受傷這樣子 然後開刀 他跟我分手的原因是因為 有第三者出現 他跟別的女生在一起 然後我是最後一個才知道 但是因為他打給我 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打給我啊 我心裡就已經講說 不管他什麼時候打給我 都一定要 哪怕現在有男朋友這樣子 就是心裡已經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就去 然後我去到醫院的時候 還滿傻眼的 因為他的現任女友 也在病房裡 但他的那個現任女友 就是那時候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他跟他在一起的女生 那還算忠誠啊 就是... 不是 但是重點是我去了之後 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現是什麼狀況 那你女朋友在 你為什麼要叫我來 然後後來才照原來 他們已經分手了 所以他把舊情人都叫來了 舊情人大集團 他可能跟那女生分手 他們才剛分手 所以還是朋友 所以那女生就會來 然後我就看那女生 就很照顧他這樣 可是他等於是 撥了兩個電話耶 然後我心裡就很不... 沒有 左腳跟右腳 沒有 他一定是打打看 看誰會來 結果沒想到兩個都來了 然後而且我心裡 就很不是滋味 其實那時候就覺得說 要照顧他人是我吧 怎麼會是妳 因為是他破壞我們的感情 妳不是當時有男友嗎 所以我才會覺得 對不起 我男友 那妳有跟男友坦誠說 我是要去探望 有 我有跟他講 就是我跟我的現任男友 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說 之前有過這樣的一段戀愛 然後我就說其實 我就很受傷 但是我就想說 如果他願意再回來的話 我有想過想要再跟他在一起 真的嗎 那回答是什麼 什麼意思喔 然後我如果聽到我會氣死 意思就是說 妳是借用一下而已喔 如果再煮完要就要回去了 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說現在應該是不會有了 但其實在心裡面還是... 妳去醫院看那個初戀男友的時候 妳心裡抱著說 如果他還要我的話 我就要再回到他身邊 沒有耶 就是想要試試看 他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沒有可能這樣 所以妳剛才根本沒有立場 在抱怨說什麼病房裡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對啊 妳也是腳踏兩條床啊 可是問妳我... 我只是有這個想法啊 殊不知對方根本沒有 要把妳收回去 沒有 結果後來... 後來呢 那個他的現任女兒 也是分手的女友離開之後 他就跟我聊就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分手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很對不起我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想一想 因為他跟那個女朋友分手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女生 跟別的男生在一起 社會的外表 然後他就覺得說 想一想就覺得 其實他很對不起我 然後他就覺得我還滿好這樣 所以開刀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處理這種事 對 應該是麻醉子在發脫 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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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那些事 那些事 沒有人